李卓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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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我看一份文件 主席我一個很深的印象 感覺就是 香港真是被 功能組別這個制度 是害死我們的 為甚麼這樣說呢 平時我們說經濟好 我們有多餘的收入 大家都有錢的時候 你說那個再分配的時候 誰利益多些 誰利益少些 那個時候功能組別已經是壞了 你應該要多些了 但是現在主席我們面對的是 人人都死的嘛 全民都死 那現在的政府呢 就是叫做開倉派米 開倉派米呢 你都用一種有業界代表的人 就可以有多些 沒有那些呢 就復老爛你 有得你死的功能組別思維呢 就是害死香港 完全不配合到現在市民的情況 所以剛才有很多同事 譬如梁繼昌議員都提到了 新加坡 人家都是說給老闆錢的 但是人家說是所有行業的老闆 是所有行業 不是局部行業 所以我呼籲 剛才又為到一些沒有被覆蓋的業界的老闆 去發聲的那些同事 麻煩你今天都反對這個三百億 因為今次開倉派米的重點 就是所有這兩個字 所有 那我就想到三類型的所有的 第一類型就是所有老闆 就算你是親商界的政府 親商界議員 你都要想所有老闆 那個當然不是我 所有老闆都應該有照顧到 你做不到這個人 起碼都做不到 所有的勞工 剛才羅子江局長就說 所有勞工如果搞失業救濟 要搞就業不足救濟 所以又要搞這個機制很久 所有人做不到 那就去到第三 就是所有市民 你所有老闆做不到 所有勞工做不到 我就回來跟你說全民派錢 所有市民都有 這個明明就是民建聯和工聯會 建制派大黨都支持 所有人派錢一萬元 為什麼今天又好像不說呢 我現在真的有個思議 主席我懷疑 其實你們是不是已經在扯貓尾 這三百億是主要講功能組別先的 就幫忙他們 跟著財政預算案 才來提出派錢 全民派錢 那大家市民聽清楚了 所有在之前說過 支持全民派錢 一萬元那些政黨 麻煩你同時間都要講清楚 我們要 現在就派 不是要向下個禮拜的財政預算案宣布 跟著又搞大輪 去到五月、六月暑假才去派 政府完全有能力把那個全民派錢 如果你下個禮拜三已經打算公佈的話 是放在現在這個抗疫的基金裏面的 是不是 張建莊你回答我 如果你下個禮拜三已經打算 有一個財政司講的全民派錢方案 是不是絕對有能力放在這個基金裏面呢 好 市長 主席 財政司司長 下個禮拜三的預算案 我是完全不知道內容 所以也恕我在這裏 也不應該大家 那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他下個禮拜三宣布了財政預算案裏面 有全民派錢的話 你可不可以馬上就跟司長說 哇 哇 司長 等你那個搞幾個月不行啊 不如將你那個全民派錢那個款額 放在你這個抗疫基金裏面 盡快即時做好不好啊 行不行啊 司長 我想是兩件事不要混淆 我們現在這個聚焦集中是很明顯有方針 有行業界定的理據什麼什麼 我覺得這個實事求是 這個是第一個浪我們要先做 預算案有什麼 到時預算案交代 兩句就不要 我們已經爭分奪秒 我星期一就開會了 我基金已經成立了 開會之後就開始派錢 主席 我跟司長最大的分別就是概念上 我認為開倉派米最重要就是所有傳聞 所以我覺得你的想法是錯的 我現在想糾正你的想法就是 如果下個星期的財政預算案 已經有全民付錢的話 你要馬上拿這個部分來 放在你這個基金裏面 立即去做 這就是市民的期望 你答不答應 你同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市民 如果放在面前知道你會全民派錢 是越早派越好先 你同不同意先 主席 首先我們這個基金很清楚 開宗明兒是受到那個疫症重創的企業 和市民 並不是說全民的 我們沒有用過全民的字文件 沒有用過的 多謝 主席 今次這個災難 老實說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如果不是我們這個特區政府 是全面失敗 管治失敗 採購口罩失敗 如果不是搞到這樣 不肯死都不肯封關 我們今天還要面對這個疫情失控 已經在社區爆發 我們司長還敢說疫情受控 跟著出來就議員藝術 廢到無論 現在這個簡直是保學基金 保學基金好你都保 但是你為什麼給了老闆呢 這個根本就是救市不救人 你看我這裡有個圖很簡單 藍色的部分就是給老闆的 你這三百億 絕大部分佔了接近六成 是給老闆的 你給前線員工是多少呢 前線員工是只有百分之十六 我計算你了 醫管局的員工 物管的清潔工的 所有這些李華擺前線員工只有十六個百分 幫市民的更少 市民那些是什麼呢 職進啊 學生資助啊 勞福局那邊 還要四個月後才發放 市民那裡佔多少 百分之七 那你怎麼去救人啊 怎麼 師長說 什麼 最受這個疫情重創那班 重創那班就是那些 最弱那班人 最窮那班人 但是你這個三百億的防疫基金 怎麼幫它呢 你幫了那些老闆先 你不就是幫他交租啦 你不就是幫他補回他原本應該有的利潤啦 但是他會不會保留那些員工呢 當然不會啦 那些員工沒有了 沒有飯開了 那怎麼辦呢 那阿羅局長就說 不好意思 如果他不是申請職樽的 不是拿開學生資助的 我們真是幫他不了 那這段時間 真是因為疫情 而沒有公開那些 真是因為疫情 而沒有了份工那些 你叫他怎樣 那你又掛一漏萬喔 某些行業你又有喔 有很多行業又沒有喔 我樓下的非法譜的老闆跟我講 我們現在沒有了生意 這幾個月 我現在吃菊種啊 你怎麼樣啊 為什麼我們沒有份呢 隔離那個 搞興趣班的一個教育中心 他說我們沒有了 那些小孩不來啊 你們呼籲他的 叫他們不要開啊 那怎樣啊 那那些又沒有 全部個一漏萬 就算建造業 我有些其他的建造的工人 他們說我們做水喉的 做煤氣的 做電業的 做消防的 那那些為什麼又沒有啊 為什麼只是建造工人才有 全部都亂了龍的 幫一些不幫一些 那你這三百億去幫人 有清潔工有保安 那些我們當然是贊成啦 我們當然是不想阻 但是你幫得平均一些啊 正如朱凱迪議員所說 我們就全民了 那你要不就全民派 我師長啊 我真是厲害了 去到今天 星期五了 下星期三宣佈財政預算案 你可以說呢 我說我對財政預算案的內容 你一點都不知道 你是什麼政府來的 你是政務司司長 你對下星期的財政預算案內容 不知早 你不是開玩笑是吧 你這三百億 不是配合著財政預算案 互相去承托著 今次我們面對這個 這麼大的困難嗎 你可以說不知道也可以的 我簡直不知道 你這是什麼政府來的主席 廢了它啦 怎麼做事的呢 通通亂了 你只是懂得想生意 那那些社企怎麼樣啊 昨晚啊 莊陳友火都來了 他說那我們那些社企 在這段時間停了運作 我們都要繼續出人工 出租 有很多那些小型的社福 沒有受你資助的 這段時間沒有辦法籌款 沒有了活動 賣期都沒有人在街上啦 那他們怎麼樣 那些經濟怎麼樣 他繼續用很低薪出的糧 去幫那些 有些是幫老宿者的 有些是幫精神病患的 那又怎麼樣 這些全部都沒有 你們那些人只是想著 某些功能組別的 你們去買他票 其他那些就通通都沒有 張議員 我想讓司長回答一下 你的分配原則的問題 是嗎 我都重複又重複講很多次 我們今次這個是聚焦的針對性的 必然有些行業就是 無法自己涵蓋到這個階段 但是我們民進都很清楚講 你會一直觀察著疫情的發展 有需要的我們都可以再看 有什麼可以 政府有什麼措施可以做 預算案是下星期三發表 預算案真真正是財政司司長 自己範疇的工作 這個我們以往 政務司司長 是不會干預財政司司長的工作的 但是當然 發料一定會有一個相應的效果 相負相成的 因為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 都是撐幾頁、補就頁、輸民群 主軸就是這樣 跟我們這個也很接近 但是這個針對性 哪些重創的行業我們去做 哪些基層市民 特別受惠 有需要幫他們 他們就幫 例如你說低收入家庭津貼那些 我們學生資助那些 我們全部都不用去申請 我們直接會立即提供津貼給他們 這就顯示出我們那種 關心基層市民那種 那種愛心 時間到了 上午最後一位可以發問